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我自己也常擔任美術助理的工作 因為它是三層樓的景 然後分成兩座蓋起來的 還有一個異度空間的轉換是因為 我不在現場所以我沒有看到他們動的過程 我是在拍別的場戲之後回來發現 它已經完成變成一個現在這樣子的空間 感覺就花了不少工 非常有質感 我看到電影搭設的場景 讓我蠻意外的耶 因為我原本以為它是到一個真實的場景 結果它都是用搭設的 所以我蠻驚奇的 感覺老闆花了不少錢 我在遠看的時候我還真以為說 在這種荒郊野嶺還有這種古宅啊 我這麼看我都覺得 它就好像是蓋在這個地方的 導演去採採那個地板 他說這個都是木頭的 我才覺得說美工真的是太厲害了 讓我太為觀止 因為我們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場景 都是在古宅裡面 然後古宅裡面比較考究 1988年那個年代的所有的東西 印象很深刻的是客廳 進門的那個神壇啊 旁邊的椅子啊這些 然後就會想到 小時候去鄉下的時候看到那種 三合院裡面會看到的那種古宅 戲裡面 聖心房間裡面也是很有味道 而且因為這一次的故事是分兩種 一個是現代的場景 另外一個是易度空間的場景 美術這一次它是把這兩個場景 很清楚辨別說 喔我現在在哪一個空間 其實光是場景就已經很有帶入感了 說好陪我一輩子 美術這一次